你有聽過龍的叫聲嗎 在中國的貴州 他們當地有一座山 發出了一個非常奇怪的聲音 很低沉 而且連續不斷 後來當地的網友就開始 開始編故事了 說這個是冤魂的鬼叫聲 有人就說它是龍鷹 龍的叫聲 講這些話的人 後來都被抓起來法辦了 馬老師 這到底是什麼聲音 貴州山裡面 難道真的龍鷹虎啸嗎 好 現在大家說 那是地震要發生之前 這個滑坡走動的聲音 專家一來說是 山子純發出的聲音 好 那還有人說是龍鷹虎啸 究竟各位觀眾 你覺得是什麼聲音 我們讓你聽聽看 你自己來選擇 第一個 我們讓他看 貴州是什麼聲音 來 放 有叫 好 各位觀眾 我們再來聽真正 山子純是什麼叫的 注意我是屏東人 我叫馬西平 我們屏東是有山子純的 來 我們聽山子純是怎麼叫的 好 老師 那地震是什麼聲音 地震 因為它那個硬力 硬力在這個斷的時候 地層它會斷裂 斷裂的時候它會放出 有個共振的聲音 來 各位觀眾 我們聽一下地震的時候 地底下會叫做什麼聲音 來 我們聽 地震的聲音像第二段 對 那到底是鳥叫聲 還是地震的聲音 好 現在究竟是什麼聲音 所以到現在 其實我個人認為不明 為什麼說不明 第一個 你說不是地震嗎 絕了 七月二號 就在離他這邊四十公里的地方 發生四點九 就剛好有地震 就有地震發生了 這第一件事情 有地震發生 那是不是就地震的聲音 不知道 第二件事情 山 專家說山子純 你相信山子純嗎 有幾個問題 第一件事情 如果是山子純 以前為什麼沒聽過 那你以前總聽過嘛 第二個 超過萬人去尋找 你看 各位看 超過萬人 那萬人去尋找 山子純還繼續叫一天 不會被擊下住 嚇不下跑 對 第三個 它這個叫聲 各位 是漫山遍野的叫 一個山子純是不算大鳥 它叫聲可以 這個這麼久 這麼久 回蕩這麼遠嗎 這都是問題 所以一個鳥 可以叫成這樣子 它以前都在幹什麼 所以我個人認為 山子純的機會不大 對 到底是什麼 馬老師有沒有一種可能 就是剛好這隻鳥也叫了 剛好地震的聲音也叫了 是不是還有別的原因 我是認為是不是還有別的原因 當然不是什麼 什麼幽靈 鬼那些都不是 但是我在那邊說不是山子純 不是地震 會不會出事 因為有人在網路上寫有幽靈的叫聲 說是龍鷹虎穴全部被約談 其中一個關六天 一個關十天 所以講這個會關掉的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貴州傳這個很奇怪的聲音 而且我認為是有兩種 我很仔細去研究 有兩種叫聲 一種叫聲 像龍鷹 就是 O 這樣叫像流叫 所以怎麼知道龍怎麼叫 第二種像流叫 人家說台灣人說地牛翻身就是個聲音 第二種就是 我覺得它是有 我曾經有兩種叫聲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個影片 在美國蘭卡羅萊納州的沙灘上 也出現驚人的事件 就是大老鷹抓了 你看 這大老鷹 我記得看到嚇到 他抓的是鯊魚嗎 看起來像小鯊魚 一條鯊魚 看到沒有 而且他抓得好穩 對 好 我跟你講 這個影片一撲上去之後 超過一千三百萬人點閱 七千多人留言 好 他一抓之後 當專家出來 第一個說這個是魚鷹 這魚鷹它展翅可以到180公分 180公分 對 就是我躺下來的 對 而且它可以衝到水下一公尺 一公尺 它可以衝到水下一公尺去抓巨大的魚 第三個 它衝下去的時候居然做兩個動作 第一個它鼻子會閉氣 老鷹鼻子會閉氣 第三個眼睛是睜開的 它的眼睛的瞳孔更加不大一樣 所以它衝下來閉氣 眼睛張開看得清楚 一抓就抓起來了 這條魚實在是太大了你知道 那這條魚究竟是不是鯊魚 大家都在問 你看它衝下去看到沒有 它衝得那麼力道 是很厲害的這個魚鷹 而且你看它翅膀打開 它身長是大概六十多公分 這條魚是小魚 這個是小魚 對 那個魚大家算了 有九十公分這麼長 認為是海連科的 海連科是具有鋒利的牙齒跟背脊的 我現在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看這影片當然就是 它如果可以抓九十公分魚 請問會不會抓小孩子 對 我也是想這個 但是小孩可能重量比較重一點 不會 九十公分 那個魚掙扎很厲害 所以也是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的 好 在中國最近有一個事情 非常離譜 在中國其實如果要蓋機場 或蓋買路 他們有時候會強徵民宅 會拆掉民宅 但是雖然拆掉民宅 但是它會給你補助 也就是政府會給你方便 但沒有想到民眾就開始隨便了 在中國裡面就有一戶人家 其實他們人很少 他們總共只有一家 只有六個人而已 但是沒有想到 他們彼此什麼關係太複雜了 兒媳婦嫁給公公 岳父什麼娶了婆婆 結果十年之內才六個人 同樣六個人 彼此結婚又離婚 結婚又離婚 居然有十次 這到底怎麼回事 所以大陸網友就說 一堆公公跟兒媳婦 根本分不清誰是誰 這個是發生在中國大陸 湖南省長沙的這個機場改建 它是中國大陸 第十三個五年重大國家建設計畫 為什麼要這麼做 據說就是貪圖 政府因為要拆遷他們的地 然後蓋機場 所以要改建 然後所以它會有一些徵收 徵收的話就會有建物 跟它拆遷的一個補償 那據說這樣的獲利 可能高達上百萬元 所以在大陸這個長沙 長沙是這個黃花鎮 有一個這個證明叫李愛鳳 聽起來真的像愛鳳 他就因為這樣的關係 2015年4月他被查出來說 他跟他老公成林離婚 結果沒想到 同一個月 他馬上跟他的公公劉東結婚 然後把戶口簽到了 他的公公那邊去 他的公公的戶口是未來 政府拆遷可能會徵收那邊的地 只是還沒開始 他已經說到風聲了 這是五年前的事情 更巧的是 2017年5月 他的兒媳婦劉茜 跟他的兒子成科離婚了 兩天之後 他的兒媳婦 不是跟兒子離婚嗎 結果兒媳婦劉茜 竟然跟他老公成林結婚 這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一下離婚一下結婚 結婚離婚 然後都是在這一家六口當中 從他的公公老公 還有他的兒子兒媳婦 這樣子周遭不斷的發生 結婚離婚 這不是很讓人家覺得莫名其妙 所以後來大陸公安就深入去調查 終於在上個禮拜 7月3號禮拜 破獲這個案件 也逮捕了兩個人 還有一個人據說他後審 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他們就是貪圖 拆遷補償的徵收費用 百萬元人民幣 所以用這種假離婚真離婚 所以大陸網友 才會評論這件事說 真是人性的扭曲 道德倫散 然後又說什麼 中國大陸政府 政策把人性想得太貪婪 才會導致上有政策 下有對眾 民眾用這種方式 那這樣子可以賺到多少錢 就是差不多四五百萬台幣 為了這樣子可以假離婚假結婚這樣子 然後五年內十幾次以上 那當然講到假離婚或假結婚 那最近其實網路上 這幾天有一個動作 因為這樣子有關係 被懷疑是不是他們是怎麼了 那個就是著名的環祝哥哥 小燕子很活潑對不對 一雙大眼睛 那在中國大陸兩岸三地都很紅 那最近他其實12年前嫁給了 新加坡大陸的房地產開發商 負商黃永鴻說 一直說他生活婚姻都很美滿 然後事業有成 他曾經被封為女版巴菲特 為什麼 他也被上海證交所宣布 他跟他老公黃永龍 因為曾經用這個 以上以公司的負責人的名義 去收購上市公司 這個萬家文化公司 但是因為他自己資金準備不足 然後準備的資金又有不確定性 所以被限定五年之內 不准進入上海A股 他跟他老公都一樣 所以一直被證交單位盯上他們 那不管怎麼樣 他還是曾經被封為這種 我剛剛講女版巴菲特 但是最近因為他把他跟他老公的這個 和他女兒小四月 簽手的這個照片 放在微博上 傷掉了 然後又把他老公 曾經在情人節 送他的玫瑰花 花束那個照片也刪掉了 反正跟他老公和曬恩愛 曬恩愛甜蜜 過去的一段時間 他都一直放在微博上 突然刪掉了 然後大陸的演藝圈 和這個網路上 就開始撩傳說 趙薇跟黃永鴻 是不是已經離婚了 那又傳出來 這個時候很巧 他的老公黃永鴻 黃永鴻又被香港的一個名媛 叫做蔡依鳳提告追討他 兩億元香港的這個港幣 也就是大概7.8億這個新台幣左右 當然了 黃永鴻也反擊 說這是子虛烏有 然後說要提告那個這個蔡依鳳 但不管怎麼樣 有人就說他老公欠債 那再加上過去他這樣一個 合照的動作被刪除 然後讓人家有很多的 無限想像空間 當然了 趙薇後來他的工作室 也發布了這個 16個字在這個微博上 他說什麼 他說捕風捉影的荒 吃瓜謹慎好好工作 然後16個字就回應外界的這個謠傳 然後甚至還放一個哈哈的貼圖 似乎想要澄清這個 他有這個離婚的狀況 但是說到名人離婚 結婚 之前我們在台灣不是有一個 藝人嗎 國畢 因為這個稅務 財務的關係 曾經這樣的一個離婚的事情嗎 所以那個前一陣子 不是幾年 兩三年前 大陸的那個藩兵兵 被這個大陸的稅監機關 查稅查了將近40億台幣嗎 還有被盯上的 還有一對這個 也是演藝圈名人夫婦 就是Angela Baby 跟他的老公黃曉明 那黃曉明後來據說 當時傳聞說他為了這個 被追隨的這個事情 跟他的老婆Angela Baby 就是楊穎將好離婚 結果沒想到離婚了之後 因為分別繳了十幾億了之後 結果Angela Baby據說 他不想再復合 所以就回不去了 變成黃曉明孤孤等到 就弄假成真 弄假成真 那被大家發現了 有可能幾個徵兆 比如說去年在這個 央視的秋晚 他們兩個人沒有同框 分別跟別的藝人 同樣表演節目 甚至住同一個酒店 不同一個這個房間等等 這些傳聞呢 都讓大家更是猜測說 黃曉明跟Angela Baby 一直在傳離婚 離婚傳了這兩三年 是不是變成真的 好 真真假假 接下來美國大選 也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變化 原本是瘋狂超粉 瘋狂穿粉的這個知名老舌歌手肯爺 他老婆很有名 King Natasha 那這個人 他其實之前是非常瘋狂 他很挺川普的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居然在上個禮拜 宣布要參選 他到底為什麼要宣布參選 美國的國慶日發生很多事 啪了一下 居然是 跑出了一個新的總統參選人 我們先談川普 因為這個人是川普的粉 但是現在跟川普翻臉了 川普他在美國的國慶日前一天 跑去哪裡 就是總統山 有沒有看到 有華盛頓 有前總統傑佛遜 有林肯還有中間這一位 是這個老羅斯福 在這個向前跟大家講說 美國有一些人不尊重老總統 我告訴大家 我們要尊重這些老總統 然後電視在拍的時候 往上一拍 川普正好就是第五個頭 就說川普是不是有意思 未來他有一天 你說鏡頭三百會合上去 沒有 因為他站在那個地方 往後一拍 有四個美國總統頭 他就是第五顆 所以就講說川普是不是有意 自己有一天也能夠上去 但是他得是美國偉大總統才行 川普到現在還在講這個 新冠肺炎的疫情 都是怎樣別人害的 那一開始看起來 還有很多人買單 可是最近大家漸漸的失去耐心 美國已經將近三百個 三百萬例的確診 而且死亡人數已經十三萬 大家想說川普你都只有講 對他的選情來講 其實大家知道 上禮拜我們跟大家說 他的民調都已經出現很多變化了 共和黨是川普 民主黨是拜登 現在有沒有可能出現 第三組主要的候選人 我特別這樣講說 以往都會有獨立候選人 但是這一次這個來頭不小 大家看一下 這個人叫做 Ken E. West 他是美國非常非常 我要講兩個非常 可能你對美國的流行 饒舌歌業界 你不太瞭解 但他現在是當紅 他曾經有一個歌叫做 I am a god 我是一個神 而且他的粉絲非常多 他的太太就是剛剛耀手講 他是石敬秀的 算是名媛 他們兩個 光是他們兩個 所加起來的 像是他太太的IG粉絲數有多少 你知道嗎 1億7千萬 1億 他老婆的IG有1億7千萬的粉絲 他自己在臉書跟在推特上面 有很多人 但是有一件事情 曾經讓他一天晚上 好像沒有人創他紀錄 一個晚上粉絲掉了900萬 一個晚上少900萬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看 右下角這個圖 2016年他就挺川普 他說川普是我的哥們 2018年的時候 還戴著這個紅色的帽子上面寫的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讓美國再度偉大 跑去白宮跟川普兩個人相見 就是現在這個畫面 還跟他抱在一起說 他是我兄弟 結果大家氣死了 一個晚上掉了900萬的粉絲 2016年挺川普選總統 2018年還跑去白宮看他 而且他還發表了一些言論說 美國的這些奴隸制度等等 其實是基本上 並不但你想像的那樣子 很多黑人朋友講說 你怎麼這樣沒有挺我 掉了很多粉絲 但是現在他現在說要玩真的 他發現好像在佛洛伊德事件以後 川普在利用我 我要跟川普分道揚鑣 他要當獨立的候選人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在美國要成為民主黨 跟共和黨以外的總統參選人 其實難度非常的高 第一個就是 他既不是民主黨 也不是共和黨 他有一個辦法就是 跟其他的小黨合作提名他 那如果不這麼做的話 他就要成為真正的獨立候選人 必須有非常複雜 因為美國那麼多的州 每一個州登記參選為獨立總統候選人 日期又不一樣 像新墨西哥州跟北卡已經截止了 怎麼辦 所以這個大家都在觀察了 而且你要當獨立候選人 你還要必須要非常多的連署 那現在又有肺炎 大家可能又不願意去收那個連署書 再加上宣傳需要錢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錢的這個財力 我跟大家講 川普的財力是22億美金 大概台幣600多億 他有10億美金的家產 老婆有9億 加起來也有19億 可是狂人馬斯克 不是要挺他嗎 所以金元應該不是問題 對 所以錢的部分我剛剛講了 二十幾億美金 加起來那不得了 台幣600億 畫面最右邊那個 那個就是馬斯克 就是特斯拉的創辦人 但他是好朋友 他在他的推特 一講說他要選之後 立刻現在所有美國的媒體 是非常嚴肅討論這個話題 雖然我剛剛講門檻很高 可是看起來是完真的 所以現在他包含了這個特斯拉的創辦人 以及他本身的財力 都有可能使他成為美國真正的第三組的主要總統候選人 我們就儘管其變 中印衝突又來到新的章節 中國他打算要開啟尘封多年的這個當雄機場 這個機場他海拔4000公尺 是稱為全世界最神秘最危險的機場 為什麼現在要重啟他 休息片刻馬上回來